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RGB LED模组 RGB LED模组它也不是通用的三只角的接线方式 它有四只角 所以跟我们刚刚所说的红绿灯 它的接线的方式是一样的 那我们把接地 这个GND这里直接接到接地这一排的任何一个角位 因为这里面都是相通的 通通都是接地 那么接下来呢 另外三只角就分别接到它要控制的讯号角位 所以你的三原色蓝色红色绿色 那我们这边就挑在4号5号6号三只角位 所以直接接在S端GVS的S端的456 456分别是蓝色红色绿色 那接角就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那我们一样来看到程式这边 那你在使用我们刚刚一样是用数位输出456 所以这边一样要改成输出 然后第四只角 那有三只角在做控制 所以我一样要给它三个定义积木 一个4号 一个5号 一个6号 好 定义了之后 我就可以分别去使用这三只角 所以我使用数位输出的积木 4号 5号 6号 456 那一样0是关 1是开 好 所以我们一样来看一下 好 所以当我4号角位 开的时候 好 那我送 4号送电 蓝色灯会亮 那这LED它的亮度很强 所以我们会建议小朋友在实作的时候 请你拿一张A4的纸 或者拿一个卫生纸把它盖上去 这样比较不会那么刺眼 比较不会那么刺眼 好 那么同样的 这是 4号是蓝灯 那么5号是 红灯 所以5号送电的时候会亮红色的灯 然后同样的道理 6号是绿色的灯 绿色灯 那因为RGB LED 它是三元色的LED发光体 它都摆在一起 所以它是可以混色 比如说 红色加绿色 红色加绿色 它就变成黄色 然后蓝色加红色 蓝色加红色 变成紫色 那这两个呢 就会变成蓝色 它如果全部都亮呢 就会变成白色 远远看这颜色都是很接近的 所以这是我们数位控制的方式 RGB LED 如果你用数位控制的方式的话 每一个颜色都有开跟关 两种状态 那么所以三 三个灯 就会有2×2×2 8种状态 所以它可以显示出7种颜色 跟一个关灯 总共8种状态 这是RGB LED的数位控制 好那现在各位看到这个是 LED 它是一样是数位输出 那它也可以做类比输出 RGB LED 它是一个全彩的LED 问题 那跟刚上次讲的那种三颗分开的不一样 它是把三个颜色一起放在里面 既然放在一起的话 你三个RGB 三个不同的颜色去做点亮的时候 它的每一个颜色的不同亮度 就会影响到它混了出来的一个颜色跟亮度 可以当做数位输出 那它也可以当做类比输出 那它的接法也是跟上次讲的一样 它有RGB就是分别控制三个颜色的灯 的亮度 或者是开关 那RGB RGB 三个颜色的 控制讯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接地 另外一个就是接地 所以这种设计的模组呢 它就是 一样这边给正电进来 这个B是Blue 所以它这边的蓝灯会亮 然后经过接地 回来 所以它形成一个回路就可以工作 那如果你买到的 如果这边是一个写加号的 写V或写加号的 那它就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你的B 这个灯 蓝色的灯如果要亮的话 这边如果给的是正电 你这边就要 设定它是接地 是0伏特 所以你给0 它电才会这样流过来 这时候B会亮 所以如果你买到的是这种模组的话 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写程式的方式是相反的 那我们现在买到这个模组都是正常 比较符合我们直观的一个使用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给的那个 那一只脚给正电 那电呢就会流到 经过LED流到负极回去 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你给讯号正电的时候它就会亮 这是我们一般比较通用的用法